有住十几亿人口的中国 一直扮演住两个不同的角色 资源大国和资源消耗大国 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 尽管我国物产资源也是极为丰富 但一说到人均占有量资料 就不那么乐观了 因此中国的很多资源 也是需要依赖进口解决的 比如煤炭由于它应用的领域 非常广泛也就成为我国进口的重要能源产品之一 其中同属亚太的澳大利亚 则一直扮演住中国煤炭出口大国的角色 中国一直是煤炭进口大国 中国有句俗话 用在澳大利亚人身上极为合适 那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每年在能源出口上 挣足了中国人银子的澳大利亚 偏偏喜欢跟中国作对 不但仅跟美国盘华政策打压中国 即便是在进出口贸易本身也是经常做地起价 把中国的需求作为自己指高气扬的资本 中国当然不会无视这一点 积极寻找替代者正逐步将澳大利亚打入冷宫 近期中国和法国签署长达十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就让澳大利亚慌了神 主动向中国示好企图分一杯羹 却并未得到回应 而最近更为让他们头疼的一件事情来了 俄罗斯将花费4500亿 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专用铁路 这将是专门为方便中俄贸易而特异为之 中俄本就是非常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再有一条专用铁路相连 那么中俄之间的各项贸易必然是水到渠成 而这些贸易中就包括澳大利亚曾一直难约中国的重要能源 没看 这下澳大利亚是彻底没了脾气 引荐驻财路就要被断实在是不甘心 中俄专用铁路已列入正式计划 如今国际经济并不景气 大部分产品仍是买方市场为主 失去市场就意味着失去真金白银 这个道理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懂 只是他们想在政治立场上站在美国一边 但又不舍得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台神爷 实在是左右为难 倒是澳大利亚媒体看得清楚 直接喊话莫里斯 赶紧调整对华关系吧 等那条专用铁路修好了 那澳大利亚的煤炭可真就卖不出去了 看来澳邦还是有明白人 俄国和中国是邻国 如果再修通专用铁路的话 那么煤炭出口将几具价格优势 那时可就没有澳大利亚什么事情了 莫里森到了做决得的时候了 谢谢大家